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在亚哈时代发生了什么? 正如约书雅在五百多年前所预言的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21到34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阅读21到28节 那时以色列名分为两半 一半随从极大的儿子提比尼 要立他做完一半随从案例 但随从案例的名胜过随从极大的儿子提比尼的名 提比尼死了,案例就做了完 优大王亚撒31年案例登基着以色列王共12年 在德萨做完6年 案例用二他年的银子向萨玛买了萨玛利亚山 在山上造成,就按着山的原主萨玛的名 给所造的城起名萨玛利亚 案例行耶华眼中看为二的事 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 因他行的里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 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以虚无的神,而要化以色列的神的怒气 案例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原理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案例与他列祖同岁站在萨玛利亚 他儿子亚哈接遂他作王 那么从今天的阅读当中我们得以知道 虽然说以色列军队用案例为王 而且辛利也自杀了,但是接下来的三年多里 以色列是分为了两半,有一半人追随案例 而另一半人则冤立基调的儿子提比尼为王 我们对提比尼是一无所知 可能是因为他最终输给了案例并去世的 一直到亚撒执政的第31年 案例才成为传以色列的王 而辛利是在亚撒执政的第27年登基一周后自杀 这意味着在这三年多的大部分时间里面 没有统一的国王来统治传以色列的 一直到案例的最终获胜 他成为以色列的国王 这一年是公元前881年 案例的统治将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他是在后来出土的考古文物中提到的 以色列国王之一的 案例将以色列的首都处德萨和事件 迁到了撒玛利亚 他用两个塔脸的银子 从撒玛的首中共买了撒玛利亚山 撒玛利亚位于德萨正西约14公里处 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被亚述佛罗 撒玛利亚都将是以色列的首都 以色列被佛罗之后 生活在该地区的人被称为是 撒玛利亚人 他们就是耶稣时代居住在该地区的人 我们将在后面的旧约 圣经学习当中看到 这些人是谁 以及他们来自哪里的 圣经所案例的所行所为 比所有的前任更坏 案例对以色列的统治 总共是12年 在德萨统治6年 在撒玛利亚6年 他的去世 时间就来到了公元前870年 也就是在优大王约萨法在位的第一年 他的儿子亚哈将接替他 成为以色列的国王 亚哈的统治将会占据 列王纪上其余部分的主要的内容 先知以利亚就是在他的统治期间 事情预言的 好下面我们继续阅读 第29到34节 优大王亚撒38年 案例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 案例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 做以色列王22年 案例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 抗为恶的事 比他以前的猎王更胜 犯了李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他还以为亲 又娶了西顿王 厄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 去示奋敬拜巴利 在撒玛利亚建在巴利的庙 在庙里为巴利祝堂 案例又做亚瑟拉 他所行的 和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比他以前的以色列祖王更胜 案例在位的时候 有伯特利能 西伊勒重修约利哥城 立根基的时候 上了长治亚比兰 安门的时候 上了幼子西哥 正如耶和华建认的儿子 约书亚所说的话 那么我们注意到 案例统治的以色列12年 直到公元前870年左右 这与约莎法同治优大的 第一年相吻合 但是案例的儿子 耶和华在优大王 亚撒的第38年 也就是公元前874年左右 开始统治 这意味着在这4年到4年半的时间里 亚哈与他的父亲 案例是共同执政的 后来约莎法开始统治 是在亚哈统治的第4年 这在第22战争得到了证实 那么为什么亚哈会与他的父亲一起统治呢 今晚没有说明的 但案例死后 亚哈才开始 完全成为国王 亚哈在撒玛利亚统治以色列22年 这将死的时间来到公元前853年左右 在以色列的所有国王当中 除了亚罗布安 亚哈可能是最著名的 他还取得西顿人耶西别为妻 耶西别因为恶行而出名昭著 在亚哈同治的期间 他与上帝的先知伊利亚发生过多次的冲突 由于这一些的冲突 在以色列的所有国王当中 亚哈是有机会真正去改变自己 和他的国家的 但他没有 尽管说他在亚哈园中 行恶 比在他之前所有人更胜 案例比在他之前所有人更坏 而现在案例的儿子亚哈者更胜一筹 罪恶是在不断地累积着 我们将在《列王记》上的其余章节中 看到这一点 那么在萨玛利亚 亚哈为巴黎修作了一座神庙 以色列人现在侍奉其他民族的神 在亚哈同治期间 耶利哥城墙也被重建 在《列王记》的第六章二十六节当中 耶利哥城倒塌之后 《列王记》的《列王记》 约束亚诅咒任何事都重建这一座城市的人了 这个诅咒是在五百年前宣布的 在亚哈时代 伯特利能西伊勒重建这座城市 然而这样子做就让西伊勒失去了他的长子和幼子 正如约束亚当初所预言的那样 约束亚记在耶和时代早就写成了 其中也包含了关于耶利哥的预言 但是西伊勒还是无视了他 西伊勒知道这个预言吗 也许是的 也许不知道 但是无知也不能拯救他的 他应该能从以色列的历史中知道的 我们从中学到的就是 上帝的话语一定是会实现的 好 今天我们的休息吃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